大部分都是認識 就會邀請大家一起來看看這風景 畢竟它以前是觀景台 如果說正想上來都可以上來 這是日本的熊本縣 全台北全台灣的地標 就是所謂星光摩天大樓的 46樓觀景台 這是前觀景台 很榮幸來為大家導覽一下 讓我們往前看 我們現在正前方 如果天氣非常晴朗 可以看到伊尼大樓 再往左邊看就可以看到 宋山機場 再遠一點會看到一個綠綠的 那就是美麗華飯店 再往左看的話 然後就看到圓山大飯店 前面 前面這條路呢 就是忠孝東路 有一首歌很有名叫做 忠孝東路走幾回 七回八回九回 忠孝東路 走九遍 好 前面就是 那個 那個 台大醫院 就是 台大的兒童醫院 就是黃黃綠綠 那右邊是新蓋的大樓 不知道什麼樣的 未來是什麼 因為我就不知道 這是日據時代的 這些舊黃色的圖 對 還可以看出 大概是古代的黃色的感覺 對 好 然後再往右邊 一路的左手邊 就是 中正紀念堂 好 有看到 中正堂 好 那前面兩個兩廳院 音樂廳跟國家劇院 然後再 黃右一點點 黃右一點點 然後我們看 靠近我們這邊 就是所謂的228紀念公園 以前叫新公園 那前方有個很漂亮的建築物 就是巴洛克式建築物 就是台灣的博物館 台灣博物館 我們在那個 就是在往後看到一個音樂廳 就是一個音樂展 一個舞台 然後在右手方就是我們 台灣 我們中華民國的最高的那個 總統府 對 那再往右邊看 我們就到另外一側 那個 接下來 這個角度 看過去 就是我們的西門町 鏡頭再往右邊的話 你會看到 白色那一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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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間縫 看過去 那就是西門町非常有名的紅樓 那是非常值得去的地方 再來 中心橋 中心橋 那是中心橋 中心橋 然後中心橋就是可以往那個四月路的方向 或者是在往另外一個地方來看 一個是大屯山 大屯山 就是陽明山 對 那左邊那個就是觀音山 觀音山 就是所謂的 呃 關 這叫觀渡 淡水 觀渡 對面觀音山應該叫巴 巴里 巴里 對 所以左青龍右白湖非常漂亮的地方 那一面就可以看到101 這就是宗孝橋 剛剛美娟姐姐講的意思是說 以前啊 那個那個橋 那個中小橋下來 它有再多 它有一個延伸 延伸的一個橋面 可能 可能開始在工作 然後可能有 開始有自己的家庭 然後開始有 有自己的家庭結構出來的時候 那因為忙碌的過程 然後可能會忘記 可能比如說心裡好 可能你在年輕的時候的一些夢想 你的夢想可能被遺忘 那 你當時的初衷 能不能透過這通電話 春月時空 把那個念頭 把那個初衷找回來 其實 每個人 任何時刻都有他的一個 一個夢想所在 其實也因為 有一個目的 有一個夢想 有一個目標 才會一直永續的在往前走 那個 那個動力是 帶著我們不斷往前走 那個動力可能就是一個 我有希望 那個希望是什麼 只有自己心裡最清楚 我希望可以怎麼樣 我希望 我希望 孩子可以更幸福 我希望孩子可以更怎麼樣 這是我們的夢想 但是你的夢想在哪裡